當有人失約或未能兌現承諾時 在普通話中 我們會說這個人在放甲子 不過在廣府話中 我們卻會說這個人在放飛機 相信有很多人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都會使用放飛機這個詞語 但就可能未必會知道他的來源 個個都放飛機 難道個個都想放飛機嗎 歡迎來到小英說明 我是賢文英 2021年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新的氣獎 兩年前的年初 我和一封攝製過一部有關沙田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次也是一封第一次上節目 其實我覺得他加入魚鷹店 都應該是他人生的一個 遺憾 當時我們講了一段關於香港開埠以來 第一次有人向公眾表演飛機升降的歷史 在一個市民從來都沒有見過飛機的年代 這種表演對當時的人來說 確實是非常震撼 就好比 突然間有人叫我們去大球場 看看UFO降落一樣有爆炸性 1911年3月 即是中國仍然處於清朝宣統的年代 有一天 在香港的中英文報紙上 刊登了一則令人興奮的消息 就不是派錢 不要經常都想派錢 就是英國的遠東飛機公司 宣布在3月18號、19號以及20號 一連三日的中午十二點 在沙田火車站附近的空地 將會有飛機表演 當然啦 當時表演的飛機 當然不是我們現在 坐過的大型客機啦 只不過是那種傳統而古老的小型飛機 而鐵路局呢 為了這次的盛事 還特別加開了三班 由九龍前往沙田的列車 好了 重點來了 到底這件飛機盛事和失約 和今天所說的放飛機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是這樣的 好不容易 大家引頸長盼的3月18號 終於都來到啦 據說當時的場面非常之虛陷 因為連港督都在場 可惜 可惜當日天氣雖然風光明媚 不過由於半空之中的風力太強 結果導致飛機不能夠順利起飛 而去到19號 風力都未見減弱 所以第三日的飛行表演 也都只好延期至到26號 不過令人失望的是 想觀26號當日 飛機真的能夠順利起飛 不過 卻又是愛於天氣的緣故 飛機僅僅 只是在半空飛行了相當短暫的時間 就要被迫降落 表演也都因此而取消 所以 後來的人就用放飛機 來形容某些人明明已經說好了 但又做不到或對應不到承諾的行為 不過我又這樣看 以當年的飛機來說 機師在風速和天氣都不穩定的情況下 仍然幫忙為大家表演 我覺得這種精神已經很值得我們去肯定 因為萬一搞出人命 我猜沒有人會安樂 現在這架飛機的仿製品 我們可以在香港國際機場裡面見到 它就被命名為沙田精神號 飛機閒 手長 旅行 水 cru 旅行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